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 忽于夜后梦见佛身 金色仿耀 如须离散 放大光明 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 从经文上来看 他是画佛像 供养彩画的佛像 一尊佛像就是清静莲华木如来 对了 恭敬恭仰 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 孝心狠切 感动佛的加持 以高光目以武不久 当生瑜伽 财割击寒 即当言说 那就说给他知道 你的母亲没多久 他会又到人间来了 这个就说给他知道 脱离了恶道 因为他 社财 造仗 供养 供敬 供敬的功德 他的母亲脱离了地狱 重罪 烧了 他还有余罪 所以没多久 会生在你的家里面 这个孙子出生 就会说话的 好特殊 出生就会说话 我们这个世间也有过 一生下来就会说话的 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 这种情形 在佛法里面说是 脱胎 这个说起来就说 长了 母亲怀孕的时候 怀孕是 另一个人 这个人跟他母亲的怨很薄 你做什么呢 是拿债的 是拿债鬼 欠得不是多少 所以给他十个月的难受 给他一些罪受 这个孙子一出生就死了 就说 而光木旅的母亲 就借着他的身 翻身 所以是奪胎 他的神魂离开 光木旅的母亲的神魂就进去 是这样的一回事情 奪胎 他没有经过十个月的怀胎之苦 所以他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一般人是坐胎的 十个月叫胎育之苦 十个月里面就好像在地狱里头一样 受极大之苦 把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 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 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 小孩 小的时候两三岁 算是非常聪明伶俐的了 到了四五岁 病了一大场 一场大病发了高超之后 他变成了白痴 变成了弱智 什么事情都不能够记忆 你评认一想一想 一次严重的大病 都可以把你的记忆完全去丧失了 何方十个月的胎育呢 要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把前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唯有脱胎来的 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 他就很清楚很明白 他家里果然发生了这个事情 其后家内 彼身一指 未满三日 而乃言说 鸡手被淫 高于光木 他家里面的工人 就生了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就是光木 女母亲来投胎的 跟梦中佛跟他说的 完全相认 生下来这个小孩到大三日 看到光木 就跟他插手 插手是跟他点头 三日的小孩 我们要知道 他动作是不太灵活的 但是他知道点头 知道礼经 表情是很悲痛 跟光木讲 生死业愿 果报自授 吾示与母 九处暗密 只必于来 雷舵大地狱 这个是说他 他死了虽然没多久 他在地狱里面 所受的这些罪 受的这些苦 我们常说 到日如年 这个说明 时间 不是真实的 不是实 法 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 好似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 唐人的笔记小说 写的王梁梦 梦中的时间很短暂 王梁是一种小米来的 煮小米稀饭 小米是很容易煮熟的 比一般梦要快得多了 稀饭还没有煮好 他在旁边打 黑眼睡 做了一个梦 做了 稀饭还没有煮好 你说这个时间多短 过几分钟 但是他在梦里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说明那个时差是很大的 我们人间好像没有多久 时日不是多久 他在地狱里面 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 他那个感受是真实的 真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九处暗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时空的感受 不是相同的 在地狱里面感受的是极强极强的时间 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 如果在兜率天来看我们 我们人间百年 活一百岁很长很长 在兜率天是几个小时 只要是几个小时 如果用二十四小时来计 一日的四分之一是六个小时 人间一百年在兜率天是六个小时 人间一百年在兜率天是六个小时 兜率天人感觉得很快 怎样一会稍后 一会儿呢 人家是一百年 人家已经一百年热 所以我们人间 几十天 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 他做的是大地獄 不是普通的地獄 做的職業太深太重了 我在年輕的時候 沒有學佛 也是喜歡肉食 我做的業 被一般人做的業從抗戰期間 我時時出去打獵 我讀了地藏經之後 恐怖啊 真的害怕 那就吃腸鬚啊 不敢再吃肉了 知道自己做作的職業很重 小時候無知 我父親喜歡打獵 所以我們時時跟著大人上山去打獵 每天都有些東西還沒帶回來的 我打獵打了三年 十七歲 十七十八十九十六歲 十六歲就開始打獵 所以我這個槍法 幾乎是百法百中 不需要瞄準 我有這個本事的 每天至少要打二十發子彈 不打獵役去練習 我父親是軍人 那個時候是對日本人戰爭 去管軍械的 管這些武器的 所以我們家裡的槍節就很多 這個是機會造業啊 日日給你練習 小朋友誰不歡喜玩槍呢 我們玩真槍的 槍法就打得好 是日日練習出來的 你不練怎麼可以呢 要練啊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門深入的 長期分修嘛 所以我的槍法就打得很準 可是做的業就很重了 那個時候不知道 以後學了佛讀了地藏經 讀了真是 看見我父親死的狀況 跟經常說的完全一樣 我父親死的時候發癲狂病啊 看到山就向山上跑 看到水就往水下轉 跟經常說的完全一樣 我親身所見到的 我們上山就是打這些野獸 水裏面我們用黃色炸藥去炸魚 炸藥下去之後呢 真是幾千條幾萬條的魚浮上來啊 你說這個罪業多重 你說這個罪業多重 打獵 獵物比較少 河裏面炸魚 所以不得了啊 我們常做這些事情 明白知道這個罪業非常非常之重 我相信 殺生是短命暴 我父親45歲就走了 以後我學佛 人家跟我宣明 他說你的壽命不能超過45歲 我相信 所以我學法很精進 因為時間只定到45歲 45歲那一年 病了大腸 病了一個多月 我也沒有去找醫生 也沒有吃藥 因為我心裡想到 病到了 醫生是醫病的 不是醫命的 所以這個月當中呢 念佛 求生靜土 這樣念了一個月 病自然就好了啊 以後有一年 在台灣人王法院當中 遇到禁諸活佛 這個也是我的老朋友 他看到我之後非常喜歡 告訴我 你這麼多年來 就是港京宏法功德很大啊 他說你本來沒有福報的 而且是短命的 現在你不單止有福報啊 而且長命啊 這個就是一生 宏法離生的 福報現前了 我沒有求長壽的 我沒有求長壽的 只是明白覺悟之後 不再為自己 一切為佛法 為眾生 所得的感應 對我自己來講 我隨時都想走 對於這個世界 一絲毫的留戀都沒有 身體留在這個世界 眾生之複雜 眾生需要 佛法需要多留幾日 眾生不想要 佛法也不需要 立刻就走 毫無留戀 這個是我自己現在的心態 我很歡喜早一日到極樂世界 去親近阿彌陀佛 你會說 這個是最述 做業壽報 我要是不學分 必然也是地獄裏頭壽報的 沒有話說的 你的業縣在這兒嘛 生死業縣果報自壽 那哪裡能走得掉呢 過木裏的母親 只是好食 我們不單止好食 還造業 殺生 殺得太多太多了 下面講 他下面感謝他 蒙語福力 方德壽生 為下賤人 又服短命 修煉十三 更樂樂道 如何計 令吾脫免 這是說給他的女兒聽 我蒙禮 造仗 供養 秀福 這樣才能夠脫離地獄 這樣才能夠得人生 得人生是下賤人生 是他家裡的女兒 是他家裡的女兒的小孩 而且又短命 只有十三歲而已 十三歲之後 還要墮惡 把這個事情告訴他 他知道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來救我 薄木文說 之無無疑 根卑態 以百鼻子 既是我無合資本罪 作何行業 待於惡道 那個木裏聽到這個事情 預先在夢中 佛說了給他聽 這個是完全兌現了 知道確實是他母親 又到人間你投胎了 聽到他講這些事情 壽命只有十三歲 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憐 這樣才問他 你既然是我母親再來 你應該知道 你自己做的是什麼罪 都在惡道裏面 彼此答言 以殺害毀罵葉 受捕 若非蒙福 救不悟難 以事亦故 未合解脫 這個讓他講清楚了 在生之前 殺生害命 喜歡肉食 特別是喜歡吃海鮮 以前前面是說過了 殺生害命太多太多了 這些冤孤 這些冤孽 的報償 這裡還沒有 墮地獄是聖罪 五屆裏面 佛所制定的 殺生 偷盜 淫獄 妄語 是聖罪 不受戒做了亦有罪 不能說是沒有罪 這個是四重罪 不管有沒有法法 不管你學不學法 你做了都是極重的罪 做的時候 看你是用什麼心 看你做的業 的心廣 說結罪就不同 他做的業是任意的 即以所謂 這個罪業 就重了 殺生害命 毀罵 一般都是說 對於善人善事 佛法 他不相信 別人不單止不能接受 還要謂 還要罵人 如果我們把地藏經的故事 跟他們說 他搖頭 他不相信 是騙人的 這個就是綁佛綁佛 這個罪咒更重了 在這兩種罪業 受的地獄果報 欲非夢福 救筆不難 要不是夢 女兒給他收福 他是沒有辦法解脫的 地獄虎報 救他受的了 在地獄裏面 罪報受滿了之後 還要墮惡鬼畜生 來上債 這個命債 怎麼得了 被你所殺害的眾生 都要還債 欠錢要還錢 欠命要還命 過去安世高大師 在中國 兩次上還命債 傳記裡頭有記載的 這兩次的命債 是過去許誤殺的 不是有心誤殺的 誤殺而已 還是要常債的 這兩次也是被別人誤殺的 因緣那部 絲毫不爽啊 我們要覺悟 如果不能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脫離不了六道輪迴 換句話說 我們過去 那一生 同眾生所結的這些冤孽 要知道 通通的要償還 這樣怎麼得了啊 哪一世才能夠還甩清啊 我們不能夠不覺悟啊 不論你學佛 不學佛 這個是事實 誰都不能夠避免的 誰都無法走得甩的 我們明白這些事實真相 唯一能夠救自己的 能夠盜眾生的 把無量劫來這些冤孽 能夠化解 只有一個方法 求生靜徒 生到靜徒之後 我們有能力 每一日上共諸佛 下化眾生 將所織的一切共得 回向給無恥劫離 怨襯債住 幫助他們 破迷開悟 離婦 得落 這樣才能夠將 無恥劫的冤孽 把他解除 把他化解 除了這一個方法之外 決定找不到第二個方法 要發佛提心 要發佛提心 一向尊念 阿彌陀佛 求生靜徒 就是這個道理 再看底下的經文 高牧 問言 地獄罪報 歧視雲可 科目裡也想打聽 打聽打聽 地獄裡面到底是什麼樣子 彼此答言 罪苦之事 不忍清說 百千歲中 率白難境 不忍清 他跟他講了一些 能講得完嗎 講不完的 太苦了 苦到不忍心再講 一百年 一千年 亦講不完的 這個是他母親 墮在地獄親身的感受 波木民意 體內浩入二百空界 他對著天空發怨 願我之母 永脫地獄 不十三歲 更無重罪 吸力惡道 這個是 光木裏 為母親發重大的誓願 首先 欺求他母親 永離惡道 本來 他的母親十三歲之後 還要墮惡道 還要繼續受苦 他向空中討告 十方諸佛 慈哀問我 聽我為母 所發廣大誓願 若得我母 永離三途 及師下戰 若子女人之身 永結不受者 願我自今日後 對清靜年華 木裏來 像前 卻後百千萬億劫眾 應有世界 所有地獄及三惡道 諸罪苦眾生 十方諸罪 世願救拔 領離地獄惡趣 畜生惡鬼等 如是聚報等人 晉升佛境 我然後方性正過 光木女是地藏菩萨的前生 她的母亲 确确实实 永脱恶道 为什么呢 如果母亲堕地狱这件苦事 她怎样会发生 她母亲的功德是这里来的 是因为她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 激发孝子发大心 她能发这样的宏愿 稀有的因缘 是从她母亲堕恶道而生的 没有了这件事情 她就决定会发生 她也不许去设施公养 也不许去设财造帐 她母亲给她的是逆增上缘 所以真的是全望都得利的 得败利的 不可思议的利益 这个怨一法 和朱伟国 她母亲就永脱三恶道了 这个道理 我们要明白 她的愿心 我们要记住 如果我们也能够 以地狀菩萨发的愿 作为自己的本愿 自己也发同样的愿 你就是地狀菩萨的发生 这个功德不可思 不单止 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 能够永脱恶道 佛家上说的 一子成法九祖生天 向上去九代的祖先 都能够利益道府 生天享天福 这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从这段经文上 深深能体会到 他在佛像面前发愿 从今以后 百千万亿劫中 他愿力的强 不是一阵间的 不是短时间的 也不是唯一处 应有世界 所有地狱及三岳道 这个愿多大 空间多大 时间是无限的 在空间 进去空 遍法界 只要有地狱及三岳道的地方 以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 许发大誓愿去救拔 要帮助这些人 永远离地狱恶趣 畜生恶鬼 愿意地受罪的人 好像他母亲一样 遭遇到苦难的人 他们完全都成罚了 自己最后才成罚 这个就是地狱不空 世不成罚 地狱空了 饿鬼畜生道 当然空了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发誓愿意 据文清正年华 目以来 以告之弱 过目 与大慈闻 算能为母法如是大愿 这个是孝感诸佛 一愿一法 就听到有声音 但是没有见到佛像 听到佛的声音 感应非常明显 显感显应 他在佛像面前发愿 这个是感 明显的感 立刻得到佛明显之应 佛就同他觉 他听到佛的声音 说给郭目之 你大慈闻 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 普道一切众生 先行为母 你的愿心 大慈闻心 是因为你母亲多恶道的恩怨 你才发的 吴官如母 十三岁拔 舍此暴怡 生为繁智 受恋百岁 佛讲给他知 你的母亲业报转了 愿一发就转了 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 他还得人生 而且好殊性 生为繁智 是一个修行人 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 而且长寿 他生到一百岁 过世报后 当生无忧国土 无忧国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他在修道当中 有殊性的恩怨 闻到佛法 闻到佛法之后 许佛心念佛求生淨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寿命不可计劫 同阿弥陀佛无量寿 后成佛国 在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一生成佛 所以这个法门 叫当生成就的法门 成佛之后 广度仁天素如行河沙 这个是清静年华木如来 广度仁天素如行河沙 说给光木知的 李母亲往后的一些善报 这个是光木旅一段的故事 地藏菩萨因地发愿 佛说完之后 说给定寺爱王听 请看经文 佛高定寺爱王 于是罗汉福度光木者 就是无尽意菩萨事 那个时候的罗汉 教光木到母亲的这个人 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 这个是等觉菩萨 当年是一个罗汉 罗汉不一定是四个 各位要知道 初个也叫罗汉 二个三个都叫罗汉 现在是等觉菩萨 光木无者 即解脱菩萨事 现在也是等觉菩萨 那个木旅者即地藏菩萨事 将她的本职恩怨通通说出来 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请看下面经文 过去九远劫中 如是慈问 法幸何沙愿广度众生 佛在这个地方 再次劝勉我们 要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 过去九远劫中 地藏菩萨生生世世 遇到这些苦愿 激发她的悲愿 生生世世发愿 佛幸何沙愿 发愿次数这么多 所以她愿心这么强 愿力这么广大 对象都是尽虚空遍法界苦难的众生 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未来世中 这个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了 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 照西洋人的说法 也有2500几年 照中国历史记载3000几年 所以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在 若有男子女人 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 换句话说 做业的男子女人 看下说 不幸善者 行恶者 乃之不信因果者 斜任妄语者 两舌恶厚者 毁绑大乘者 于是诸业众生 必度恶趣 这个是说 现在世 做这些业的 在现在这个社会太普遍了 随时随时随处 我们都能够见到 他们如果继续在做 不知道回头 别多恶趣的 恶趣是三恶度 而且 人生在世 是非常短暂的 短暂的时间 极容易造作恶业 造作重大的恶业 转眼之间 大家就看到 他要受苦补 欲越善知识 劝令一坛 指尖 归地状菩萨 是诸众生 即得解脱 三恶度 一步步 几个人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呢 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会呢 真正的善知识 明白因缘果报的道理 明白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 他的劝告是真正的 是慈悲的 是亲切的 我们听了之后 应有所感动 一坛之间 是讲时间的短 很短的时间 你能够归于地状菩萨 归是回归 从前造作一切恶业 现在回头了 不做了 这是依靠 依靠地状菩萨的教会 去修行 地状菩萨的教会在哪里呢 就是这一部经 这部经不是几长 不难受词的 我们每日能够读众 能够解义 能够依靠奉行 这个叫归于地状菩萨 之后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世事教导我们 受词独众为人 演说这个叫贵意 而不是每日 把这个经念一次就算了 这个不行的 点一次是你阿拉耶色里面 增长善业的种子 你的行业要不改 不能改过自身 不能回头 还是要受恶报 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点 脱离恶道的时间会快一点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要想不当恶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缘果报的理论 就被你推翻 因为时事独众 虽然你没有去做 心里头 阿拉耶色里头 地状菌的种子多了 容易起言行 容易觉悟 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什么时候在恶道里面 觉悟过来 你就马上离开恶道了 而阿拉耶色里头 没有有深刻的印象 遇到这些虎报 他不会觉悟 他不会回头 这个虎就有得受的了 如果你独众又能解义 这个就要善知识了 善知识的缘 有浅心不一样 浅的 劝你一贪 只贵意 深的 要把事实跟你讲清楚 讲明白 再圈道你怎样去修行 这个善知识的缘就深了 你都清楚都明白了 真的回头了 回头救自己 不是救别人 如果不救自己 别定堕恶道 就好像光木里母亲讲的 地狱里面的苦放 说之不尽 不忍心讲的 果然回头 依教奉行 专守佛陀的教会 每日受词 独众 为人演说 那么这个人 值得解脱三恶道部 决定不会 做三恶道的业 也不会受三恶道的果报 这个什么原因呢 圆转了 主委要知道 法法是讲理的 你过去造作这些业 种子永远存在 不会说你今天收线 这些线可以抵罪过的 不能相抵的 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永远不能够相抵的 但是罪业深重 这个罪报决定有 我们现在暂时 不想受这个恶报 我想把这个善的果提前 这个可以做得到 到底在哪里呢 怨 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 我把恶愿断了 我这个种子虽然在这里 没有怨 它不起现行 我这个善虽然少 我把善的缘加强 被善先开花 才结果 那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是合理的 真的合情合法合理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一定要断一切恶 收一切善 断一切恶 就是把恶愿终止了 过去需做极重的恶恩 没有了恶愿 恶恩不会结果 善虽然很微弱 做个善事小 就是一点点小善也得 从今以后加强它 使善愿增长 善我先言前 这样就好了 下面佛教导我们 教给我们 如何转变这个果报 议题的开始很重要 若能置心归敬 这是第一句 这是根本 归是归意 归意诸位要记住 决定是医教奉行 才叫归意 如果不能做到医教奉行 不能叫归意 你没有回头 归是回归 真正回头必定有劲 成劲 印光大师说 一分圣经得一分利益 十分圣经得十分利益 这个是有人向祖师请教的 佛法修学 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 大师的答复是 有 圣经 这是入佛的秘诀 所以说一分圣经得一分利益 十分圣经得十分利益 圣经能感动诸佛的加持 我们来看破罗门女 歌牧女 看这些故事 他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加持 是圣经 这是总的 下面是别书 圣经表现在哪里呢 占来赞叹 赞叹 就是为人说法 为人演说 圣经 这一部经就是赞叹地藏菩萨 圣经 无量寿经是赞叹阿弥陀佛 只讲经说法 下面这些是琐碎的事 香化衣服 种种珍宝 饮食 这些是公养 都是表现给别人来看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和他一句话 好 天出的 我和他有一句话 我和他有一句话 我是直言主的 诸葛 我和你 我和他一句话 阿弥陀佛